台北無人地上的宏浦根区 衛福報的統計有十四人出問題 另外還有三個新北市民 各自來通報 這十四人當中 已經有兩人過往了 對立委批評說 如果不是這個媒體押出來 這些人應用動作是固定的身體問題 批評衛福報 占對沒有接觸的中毒體型 欠缺通報機制 但是就有專家表示說 若新市民病患病 保障了沒有呼吸 所產生的密加坤症 不僅是沒辦法解讀的 而且這第四率有夠審刷 不屬於餐廳保隴地上 十五中度的宏浦四周靠台 台南市還有一個五十歲的路線 日以北去保隴餐廳吃過了 那晚就早飽和土 小便是地美食的 只是去台北市連醫人愛醫科就醫 因為其他因風斷他們的建議 專進去台南就醫 一人因為急性關水劑 接到北方 住院之後 大概隔天 就轉入加護病患 因為在本院這時候抽血的肝功能 GOT是一萬八千多 經濟為福報的統計 到一支為止 傳達完累計有十四例 再去保隴吃飯之後 就身體不爽快 另外還有三例 新北市民自己通報的 這個時間已經造成兩個人失望 11點有立委批評說 民眾只有吃一道飯就沒命 如果不是民體公開 民眾還又說是個人健康的問題 實在是太完膩 批評為福報對肥丁行動度 欠缺通報的機制 二十一號就算是急症的啦 對啦 對嗎 二十二號 二十二號就在ICU裡面的了啦 而且那個第一例死亡 第一例死亡的時候 是二十四號 但二十四號之前就很多個人都在醫院 各個醫院 全臺灣各種醫院嘛 微博報日子暗時 趕緊到開專家會議 有道部專家推車 若是米製品頂頂 因為保存不妥當 三成進度的米甲困症 不定並不改善 希望入獲得死者 微博報中四歲的環境調說 台灣前到達 未必發生過米甲困症中毒的案件 已經跟外國定票準品 來對焦和檢驗 不過也沒有拜託是因為抵抖 檢驗已經開始調查 現在行政院長 丹建仁在八點營會標示 政府已經下令 共產和過世材的夾借停業 現在東部插檢 世材供應商的產品 現在主席的調味料 也來不分色 後受中央的地方合作 兩者來理請真相 記者 綜合報道